老王是外观心病患者,医生嘱咐他要长期服用他听肋胀之药,来预防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的发生。 最近,老王在网上看到了一份报道,趁服用他听肋药物会引起糖尿病,这下子老王担心不已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他听肋药物能够引起糖尿病发病的增加,的确得到了很多医学研究的证实,但研究者在总结研究成果的时候,都会说,他听肋药物减少心血管事件的益处,显然超过了这类药物增加的糖尿病患病风险所带来的害处。 几步的研究发现,他听肋药物又是糖尿病的发病,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。 第一,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,负药后血糖升高的可能性,将会比其他人大一些。 这些人往往具有以下特点,直系亲属患有糖尿病,身体肥胖,患有高血压病,高脂血症或者年龄较大等。 第二,不同品种的他听药,以及他听药的服用剂量,诱发糖尿病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。 服用高强度的他听药,如热树伐他听,阿托伐他听和大剂量的鲜伐他听的,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会增加,服用中等强度的他听药。 如扑伐他听,护伐他听,落伐他听,匹伐他听等,兑血糖的影响就较小。 这种影响还与服用他听药的剂量有关,高剂量兑血糖的影响较大,低剂量就几乎不受影响。 尽管如此,对于老王这样的具体患者来说,一旦患伤了糖尿病,那将是绝对的损害,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他听药的这种副作用呢? 这需要每一位有糖尿病患病风险的患者与医生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。 首先,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,如饮食控制,加强运动和降低体重,永远是预防高血压,高支血症和糖尿病的基础,一定要坚持。 其次,对于有糖尿病患病风险的患者来说,在服用他听药之前需要测定一下基础血糖,以便在用药室选择风险较小的他听药。 第三,对于那些必须服用高强度他听药的患者来说,定期复查血糖,监控血糖值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,影响一个人血糖水平,造成他容易离化糖尿病的因素有很多。 服用他听类药物的风险并不比其他患病风险大,更何况他听类药物在防止关心病和脑中风发病上的特殊作用。 因此,我们要正确对待各类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,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,并记不良的生活嗜好,永远是我们防病治病的基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